在我国古代的时候 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她们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之下 也会被自己的老公削掉 即使是那些官宦人家的子女 在封建社会当中也很难独善起身 更不要说寻常人家的孩子了 作为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 出生于唐朝的杨玉环 同样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遭遇了很多磨难 她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 成为了受亡李茂的妻子 两人本来生活得非常愉快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李茂的父亲唐明皇李隆基 也被杨玉环的美貌所吸引 经过一番运作之后 杨玉环成为了李隆基的后宫家里 安禄山造反的时候 杨玉环却被赐死了 因为她的死法过于凄惨 所以在正史当中都没有被记载下来 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一 杨玉环的经历 在公元719年的时候 杨玉环出生在了蜀州 因为她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官员 所以在杨玉环很小的时候 她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无论是琴棋书画或者是女红 杨玉环表现的均非常优秀 又因为天生励志的原因 杨玉环对舞蹈非常精通 特别吸引人的关注 当贤姨公主结婚的时候 被记养在三叔家的杨玉环 也跟随她的叔叔参加婚礼 并与寿王李茂相遇 当李茂第一眼看到杨玉环的时候 便被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了 于是她回到宫中之后 就要求她的母亲吴慧妃 将杨玉环册封为寿王妃 李茂的母亲吴慧妃 是唐玄宗最为宠爱的妃子 所以李茂很快便得偿所愿 两人结婚之后 杨玉环也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两年之后 李茂的母亲吴慧妃因病去世了 这也让唐玄宗李隆基陷入了郁郁寡欢当中 她对于后宫当中的三千加厉 始终提不起来兴趣 二 被册封为贵妃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有一位毛氏向李隆基敬言 可以将杨玉环招入后宫之中 因为她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 听到这样的建议之后 唐玄宗李隆基欣然应援 不过为了避嫌 她先让杨玉环来到了尼姑安出家 过了五年之后 当很多人已经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 李隆基才册封杨玉环为杨贵妃 两人在后宫之中 也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为了讨得杨贵妃欢心 唐玄宗李隆基 曾经让驿站的官员快马加鞭 从广东将荔枝运送到了洛阳 也留下了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作为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杨贵妃也曾经与唐玄宗李隆基 共同饮酒赏花 并在酒憨而热之际 亲自为李隆基跳上一支舞 所以深得李隆基的喜爱 在这段时间当中 即使用三千宠爱在一身 来形容杨贵妃 相信一点也不过分 在后宫家里当中 李隆基唯独宠幸杨贵妃一人 这也让其他妃子感到非常遗憾 三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 也让她的家人获得了封赏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被封为了夫人 哥哥杨国中也被封为了朝廷重臣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杨贵妃的家族获得了非常大的权力 同时也为他们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当安禄山起兵造反的时候 整个唐朝几乎没有可用之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安禄山直去京城 夺走了李隆基的大半的江山 仓皇失措的唐巡宗李隆基 被迫带上杨贵妃一起出逃 留下了太子镇守国都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当一行人来到马维坡的时候 因为天空下着飘泼大雨 护卫李隆基的军队又累又乏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 如果不能铲除杨贵妃和他的哥哥杨国中 他们就发动兵变 不再护卫唐玄宗李隆基了 无奈之下的李隆基 只好赐死了他们兄妹二人 四 死法过于凄惨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 李隆基赐给了高历史三尺白铃 让还交给杨贵妃 不过后世的史学家 却从文人默刻的诗句当中 找到了不同寻常之处 尤其是在《哀江头》这首诗当中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血污游魂归不得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自已而亡的人 是不可能留下任何血迹的 不过在诗人的描写里面 杨贵妃不仅流了很多血 而且几乎将她的衣服都染脏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 杨贵妃很可能死于乱刀之下 其凄惨之状是文人默刻 无法用笔描写下来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 杨贵妃死于禁军的乱刀之下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安禄山攻占长安时 写下《哀江头》一诗 其中有一句 名谋好齿今何在 血污游魂归不得 一杀是不会有血的 这里提到血令人生疑 无独有偶 大力年间近时 著名诗人李毅写的《归马为》 《归马为二手》中也提到血字 托君修喜莲花血 太真血染马蹄镜等等 又一种说法是吞金而死 诗人刘雨昕在《马为行》中写有诗句 贵人引金谢 幽呼顺一目 还有一种很离奇的说法 认为杨贵妃当时并没有死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 唐玄宗从蜀地返回长安 曾经派人去迁葬杨贵妃 旧唐书称 上皇密令忠实 改葬于他所 出一时 以子儒果汁 肌肤已坏 而香囊人在 内官已现 上皇誓之七晚 乃令图其行于别殿 朝夕誓之 新唐书将肌肤已怀山去 只留下香囊人在 言外之意 是朝廷的使者 迁葬杨贵妃的时候 尸体不翼而飞 只留下一枚香囊 这给后人留下了 无尽的想象空间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提到 马为坡下泥土中 不见欲言空死处 为杨贵妃墓葬 实为空穴提供了佐证 杨贵妃别传 等斯嘉史料记载 当时被已杀的是一个宫女 骗过了进军 杨贵妃逃了出去 在一个日本潜唐使帮助下 乘海船逃往日本 并在那里繁衍生息 近年来 日本某女星 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作为一位碧月羞花的美人 杨贵妃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享受了无尽的荣华富贵 不过在她四十多岁的时候 却遭遇了这样的无望之灾 实在是人生一大汗事 有人认为她是红颜祸水 不过却很少有人知道 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唐玄宗李隆街的过错 也是非常大的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段难忘的历史 如今已经很难考征了 至于杨贵妃是自已而亡 或者是死于乱军之中 现在也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她所经历的很多事情 值得后人不断反思 以便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